這次警方拘捕拘捕令 是不是在打壓深入的人呢 首先這件案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作出評論是不適當的 但我必須強調 警方這次去調查這件個案 是因為有人作出投訴個案 而在處理任何的案件裏面 警方必須按照投訴人 所提出的投訴去處理 而案情裏面 決定了被調查人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警方去處理這次的案件 和過往其他投訴 根據案情作出調查 接著去拿法律意見之後 而採取的行動是一致的 我必須強調這次的調查 不是針對個別的行業的 只是因為案情決定了調查的對象 好笑 以前我們亦都試過有一件案件 在八月的期間 拘捕一個人 他都涉及查查車輛的紀錄 而亦都是因爲案情而決定去針對 涉案人士的調查的 他 照我所知 不是一個新聞工作者 所以我們應該是客觀去處理 當警方收到投訴之後 如何處理案件 我亦都必須指出 當在調查裏面發現有違法的行為 警方都必須要依法去處理有關的違法行為 這次是個署長的按照嗎 這次是個署長的衛生 因為警方有請求檢查 這次是署長的關照 如果警方收到警方 他們需要用作iva 那個關照 所以這是一個反應的調查 結果是一個反應的調查 所以這是個案的情況 所決定的調查 這並非有任何調查 結果是結果的調查 但我覺得這是公務理人 可能是說現在的公務員 在台灣都變成了 其實情況在那裡 突然可以混同的公務 或者是真正的公務 或者是有任何公務員 不同的部門它在自己的工作範疇和政策裏面 去處理有關它的資料 怎樣被市民可以查冊呢 這個是部門按住他們的政策 以及相關的法例作出的 我們現在去處理的是一個虛假陳述 這個是一個行為來的 而這個行為是因為在調查裏面發現到 而需要處理的 每一個部門去怎樣處理他們自己範疇裏面的查冊呢 當然是部門去檢視 去拿出一個平衡 怎樣去保障個人私隱 以及公眾知情權 又或者其他法律上面的規限 這個是由部門去按照自己的 有關的工作範疇呢 是作出檢視 而叫者定出一些規定的 我覺得呢 其實過往做了一些政策部門都是管治公眾的 就是一個原因去做一些查冊的問題 但是現在今次這個記者是做了不錯的報仇 就是令到某些地方去做虛弱的規限 你覺得這樣會打壓做新聞嗎 我相信查冊這方面都要按著法律的規限去做的 而亦都相信很多查冊呢都是符合法律的規定的 現在我們在講一個虛假聲明 虛假聲明是一個行為 而這個行為呢 是當事人呢 是他自己在行為裏面呢 必須要作決定兼者負責的 所以我們要認清楚 今次我們這件案件所處理的問題 是一個虛假陳述 其實七二一集的那個事件 帶有新界北的重案組調查 那這次又有新界北的重案組 拉回港台的篇路 其實是否有角色衝突呢 有人認為這一種是對警方的一種報復行為 你認不認同呢 我剛才講得很清楚 是有人主動去投訴和報案 而警方按住報案的案情去調查的 這個是案情去決定哪一個是調查對象 講得很清楚了 第二呢 警務人員去調查任何案件 必須公平公正 按住證據和事實 而提交檔案呢 是給律政司去沉合法律意見的 再者呢 有經驗去調查一些 這一類的案件呢 是一定是 對事件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應該是很客觀 公平去看警務人員在調查這件事裏面呢 大全會議員 人生勇敢 人生勇敢 大無人生 大無人生 作賊失去 建國戶 大全會議員 人生勇敢 大無人生 大無人生 你不要照顧 assess 大無人生 致勝 李嘉超支持部門 李嘉超埋谷靠生 仁慎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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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超政治部門 仁慎不反 仁慎不反 大夫良心 賣度良心 杜室快 李嘉超埋谷靠生 杜室快 政治報復 兩身公分 政治報復 兩身公分 政治報復 兩身公分 小心點 危險… 小心點 小心點 守秦長坊 守秦長 ст.C政安 plans 乖乖乖乖 守秦長 守秦長 賣目良心 更實公平 更實公平 李家超作賊師妹 更實公平 更實公平 政治報復 政治報復 李家超賣目良心 李家超賣目良心 政治報復 政治報復 天收禮啊李家超 縮頭烏龜 李家超賣目良心 李家超賣目良心